大家注意看 现在画面中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人 是被农民工连捅三刀的女法官 农民工起诉要血汗前 连续三次败诉后 怒捅女法官 众人却同情凶手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上期视频咱们说到了 胡信刚呢 是一个朴实善良的农民工 为了掩牙虎口 来到大城市打工 在一家汽车修理厂 胡信刚凭借自己 勤恳和汉水 赢得了师傅们的认可 他每天从早到晚的工作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而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多挣钱 让妻儿过上好日子 然而命运却和胡信刚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当他满怀期待的 去领取自己半年的血汗钱 时却发现 工资被苛扣了几千块 胡信刚难以置信 他不明白自己 心急付出 为何得不到英勇的回报 他鼓起勇气 向老板讨要说吧 却遭到冷酷无情的 羞辱和斥责 想要了解胡信刚 最后有没有成功要回工资 欢迎大家点击头像 进入书页 观看更多上级精彩内容 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 到胡信刚来讨要工资时 老板却一脚 叫胡信刚 踢出了修理厂 骂道 就你这样的车要饭 你就该拿这么点钱 不想干 不想干就鬼蛋 别在这碍眼 胡信刚蹲在街头 泪水模糊了双眼 他的胸口仿佛被一块大舌头压得喘不过气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诚实劳动 却要被如此欺凌 他不甘心 他要为自己讨回苦道 于是 胡信刚咬了咬牙 擦干泪水 颤颤巍巍的走进了法院 然而迎接胡信刚的是一次次的碰觅和失望 女法官戴着冰冷的面具 驳回了胡信刚的诉求 三次诉讼 三次败诉 胡信刚彻底绝望 他跪在法庭上 歇斯底里的哭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我 胡信刚的嘶吼回荡在法庭上 却无人回应 绝望和愤怒彻底吞伸了胡信刚的理智 他红着眼 拖着皮皮的身躯再次来到法院 这一次他藏了一把水果刀 而胡信刚本想找老板算账 但老板早已经逃之夭夭 盛怒之下 胡信刚冲进了女法官的办公室 此时此刻 女法官正在哺乳自己十个月大的孩子 他做梦也没想到 一个男人会在这一时闯入 他看清胡信刚手中的刀石 惊恐已经来不及了 胡信刚挥舞着刀 狠狠的刺向女法官 喧血喷涌而出 女法官凄厉的惨叫声 刺穿了整个法院 最终 女法官被送往医院抢救 索性 他捡回了一条命 但因惊吓过度 他再也无法哺乳自己的孩子 躺在病床上 女法官气不成声 我的宝宝才十个月 就这样端了奶 他是无辜的 我不过是依法判案 为什么要遭受这种伤害呢 女法官的悲惨遭遇 并没有换来多少痛心 反而许多网友认为 这是他咎由自取的 然而 胡信刚最终也被判处 十一年有期徒刑 坐在狱中 他悔恨不已 他恨自己冲动形势 让妻儿再次陷入苦难 胡信刚的遭遇 虽然值得人们同情 但是终究不能以报制报 胡信刚的这件事情 虽然不是新发生的 但是却值得我们警示 那么对于胡信刚的遭遇 你觉得值得同情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就用主页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